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如果说虎 然后年月日都是引虎的话 首先说这是一个年月日都是一个浮椅 我们说过夫妻宫就是日住是夫妻宫 如果他浮椅到月之跟年之的话 往回代表感情不顺 荣业二婚 当然这只是有一种倾向性 到底会不会说感情不顺 我们还要看这个八字的七星或者是夫星的一个问题 以及他是不是喜用神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地质里面有三个引虎 而且都是浮椅 那么如果地质里面如果想冲的话 就是如果比如说见到了深猴 就是大运里面 或者是流年里面 见到了深金 那么就是迎身相冲又相行 往往会有伤灾 或者是非常非常的不顺 另外呢 迎身四 这三者还叫三行 那么如果这三行再凑在一块 那么就往往做事 就会起伏转折 一波三折 事被公办 很多事情都会不如意 当然了 我们来分析一个问题的话 比如这个问题 我们最好还是要看这个八字 上面提的呢 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 这个支里藏干的问题 就是天干地支 以及地支里面藏的天干 它们作用关系 一般的来说 就是天干主外 地支主内 地支呢 是你的内心 天干呢 是你的外的表现 比如说一个人有伤光 天干透出伤光 只能就比较有傲气 有口舌 但是地支里面有伤光 或者是支里藏干里面有伤光 这个人就是内心之中 不服气别人 但是他外在不会表现出来 同样呢 支里藏干的作用 就是在大部分情况下 要透过天干 榴莲大运里面 天干里面 有这个藏的天干 透露出来 那么这个支里藏干的作用 才会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呢 地支里面会有 行充克害的关系 它们的关系呢 在作用的时候 也是通过支里藏干 来相互作用的 当然这个问题 就是天干地支 支里藏干 它们的关系 还是会非常非常复杂的 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的说了几句 后续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专门来对支里藏干 进行一个分析 老师你好 为什么说时尚偏财 别供寄件 这个时尚偏财 别供寄件 这个是一句口诀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石柱上 石杆上 如果有偏财的话 在年月日柱里面 就不要这件偏财了 这实际上就是 八字里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周易 叫有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过犹不羁 不光是偏财 实际上对印 公安 时尚来说 都是如此 就是天干透出的话 最好只透出一个就行了 透出多了 就不好 比如说透出两个印 这个人容易做事 犹豫不决 容易多学少成 如果官杀都透出 就是官杀混杂 男的事业不顺 女的感情不顺 通常财也是 那么偏财呢 如果透出两个的话 那么就对男的来说 就是比较花心 因为偏财呢 也代表情人 那么情人就会比较多 当然偏财代表财 财也会比较多 但是虽然财多 财最好不要透 透出来呢 见到笔节之后 就容易破财也多 老师 请问好人不长寿 坏人活千年 这句俗语怎么解释 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两句话 都是有偏颇的 就是比较片面 其实好人里面 也分两种 也有好人 活得很长寿 大善来 然后对子女也比较好 也有些好人呢 可能就会是说 老师忍气吞声 别人就是打骂 或者是损失他的利益的时候 他可能不去声张 但是内心呢 还是压抑 比较费脉 最后呢 导致就是好人不长命 坏人呢 实际上也分两种 比如说有的坏人 做了坏事之后 胆战心惊 老师怕别人报复 或者是怕一些人来抓 公安局来抓他等等 这个人天天胆战心惊 最终吓破了胆 也是活不长久 当然也有一些坏人 肆无忌惮之人 做了坏事 反而觉得酣畅淋漓 反而觉得无所顾忌 这种人也是有的 但是比较少见 另外呢 这个从五行八字的角度来看 叫目主人 目还主干 也就是说好人 我望他的八字是目比较旺 木也煮干 那么目望呢 因为干火就会比较盛 那么这个人老是操劳 老是辛苦 那么干就不好 所以说 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很多 非常好的人 往往都会得干来取失 比如说 孙中山 焦云露 我们的明星 富彪 还有很多这种人 就一看这个人就比较好 但是在做事上也比较正牌 处处忍让别人 到最后导致 机遇成疾 机遇成疾呢 实际上就指的是 肝欲解 肝不好 最后导致 或肝癌 去世 老师你好 请问2019年转下一大运 怎么规避不力 这个大运流年的作用 我前面讲过 就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每一个八字来说 流年是一样的 比如说今年是戊虚年 明年是几亥年 但是对每个人来说 大运是不一样的 大运有十年 大运从月柱里面起 男女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每个人的大运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换大运的时候 往往就是说 会有一个动荡的支出 特别是大运的最后一年 或者是下一个大运的第一年 往往动荡比较大 特别是两个大运 如果好坏相差比较大 比如说从一个好的大运 换到一个比较差的大运 那么动荡就会 动荡性偏向有坏的 如果从一个差的大运 变到一个好的大运 那么在交界处的动荡 就趋向于好处 另外呢 有个口诀 就是说男女 换大运的时候 还是有点区别的 叫男怕入运 女怕脱运 就是对男的来说 在进入下一个大运的 第一年 往往不是很好 对女的来说 上一个大运的最后一年 往往不好 当然只是一个说法 其实在我看来 无论男女 在换大运 在大运交接点上 总有一些动荡 那么这种动荡 是好 是坏 我们就要看 这个大运的好与坏 它的喜迹 以及跟这个八字 它本身 一种行充客害的 一个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